我当初买车的时候 你们4S店不是说这店值是终身质保吗 那怎么我现在换店值要自己花6万多呀 是这样的女士 您这车现在不符合我们终身质保的要求 但是我是首任车主买的新车 这也不是二手车 哪不符合呀 我知道女士 但我们售后呢检查过了 您这车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维修保养 我不是一直在你们这维修保养吗 怎么没按要求啊 我问一下 您是不是私下换过轮胎和雨刮器呀 对呀 这就对了 因为您没有用我们的原厂配件 所以影响到了电池的终身质保 不是 那你们这个终身质保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呀 我换轮胎跟雨刮器又不影响电池 因为雨刮器会影响我们的电池线路 您在维修更换的时候呢 可能会碰到这些线路 而且买车的时候 您也签过一份免责声明 您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 你们这个协议上怎么写着 只保电信不保电池组关 这是什么意思 不应该是整车电池都保吗 您可能不太了解 现在新能源市场就是这样的 保电信不保电池组 而且您看这上面有一条 维修保养是需要用原厂原件的 不然会影响到电池的终身质保 但是当时你们厂家承诺的是 三电系统 无技术应苟关系的零部件更换 是不影响终身质保权益的呀 这样我再跟领导申请一下看看 还有就是我当时签这个购车合同的时候 电池终身质保这些细则规定 你们的销售人员根本没给我解释清楚 直接就让我签字了呀 女士 咱毕竟都是成年人的 而且这细则这么多 我们不可能一个个给你解释 但是让客户了解清楚 合同条款规则内容 是你们最基本的工作职责和义务吧 我现在去找领导 看怎么解决人的问题好吧 那行那麻烦你了